民国38年,中华民国政府撤退来台,据统计,自民国34年至39年间,全国各省约有200万军民和政府人员因战事破迁来台。 为解决人口急速增加所带来的住房需求,政府积极兴建房舍,或安排新住民居住于日本遗留的宿舍,并依据其军种、职业及特性等,分别集中居住于特定区域,及所谓的眷村。 依据国防部民国94年出版的《从竹篱八道高楼大厦》的故事,国军眷村发展时统计,全台既有886处眷村,其中桃园市列有86处,虽然桃园市并非全台湾眷村最多的地方,却是眷村保存运动的重要区域。 眷户们选择在桃园扎根,共同分享他们的宜居经验和宜居感受。 让我们一同回顾这段历史,不仅记录了漂泊的岁月,更丰富了我们的视野与生活经验。